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团队28号宣布 接棒拜登参选仅一周 哈里斯已经筹集2亿美元的竞选资金 美联社则形容此一数字令人沉默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副经理弗莱赫蒂 2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接棒拜登参选一周以内 哈里斯已经筹得2亿美元的竞选资金 其中66%来自新捐帝者 团队同时还招募了17万名助选志愿人员 美联社形容2亿美元的数字令人瞠目 作为对比整个第二季度 拜登团队及其民主党盟友共筹集2.64亿美元 特朗普方面则筹得3.31亿美元 27号在马萨诸塞州皮斯菲尔德进行的造势活动上 团队员预计筹集40万美元资金 但哈里斯最终吸金140万美元 竞选团队通讯主任泰勒就称赞哈里斯的势头和能量 表示11月的大选将难分伯仲 会有少数几个州的少数选民决定最终结果 竞选团队表示 哈里斯方面周末在摇摆州 举行了约2300场活动 几民众考虑出任哈里斯竞选搭档的知名民主党人 也为他站台广而是风和宝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以上证据